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浏览以下今天的重要资讯 理想汽车2023年实现全年盈利 2月26日理想汽车公布2023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 理想汽车2023年实现营收1238.5亿元 同比增长173.5% 成为首个营收超过千亿的新势力车企 全年交付量实现37.6万辆 同比增长182.2% 理想汽车第四季度营收实现417.3亿元 同比增长136.4% 2023年理想汽车全年净利润实现118.1亿元 小米汽车最快将于第二季度开始国内交付 2月26日小米集团总裁卢伟斌在接受CNBC采访时称 基于智能手机 我们在中国已经拥有了2000万高端用户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进入高端市场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小米汽车最初的购买者将与智能手机用户非常重叠 小米去年12月底在中国推出了SU7电动汽车 但尚未公布具体价格 他表示SU7的正式发布将很快到来 并表示最快将于第二季度开始国内交付 蔡崇信阿里已重返中国顶级电商轨道 2月26日 阿里巴巴主席蔡崇信接受CNBC专访时称 经过一段时间的压力 阿里已重返中国顶级电商企业轨道 随着架构重组和新管理层的到位 阿里对能够成为中国顶级电子商务企业之一更具信心 阿里虽然不像以前那样自信 并感受到竞争压力 但现在阿里回来了 城堡证券收购瑞幸中国突生变数 蚂蚁集团出价更高 在市场都以为瑞幸证券是美国城堡证券囊中之物时 半路杀出的蚂蚁集团给出更高价格 让前述志在必得的交易突生变数 最新市场消息称 蚂蚁集团也对瑞幸证券提出了收购邀约 且出价比Citadel更高 针对这一消息 Citadel和蚂蚁方面均不予置评 SpaceX首次通过星链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 2月26日 马斯克创立的SpaceX宣布 该公司已成功地通过星链卫星网络 从太空向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第一条帖子 NATA将成立专门小组打击欧盟选举虚假信息与AI滥用 2月26日 NATA宣布将专门成立团队 应对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的问题 6月6日至9日 欧洲议会将会举行五年一度的选举 这场选举将推动欧洲议会内部力量重组和欧盟机构领导人换届 预计也将对欧洲乃至全球地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南网储能科技与蔚来能源签署合作协议 2月26日 南方电网调风调频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蔚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在广州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虚拟电厂换电站业务 电池梯次和回收利用等领域展开全面合作 推动充换电站储能站可调负荷等聚合资源接入虚拟电厂平台 对电网提供调风调频需求测响应服务 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和效益 双方还将选择合适场所共同建设换电站 在提升换电服务便利性的同时 推动换电站作为分布式储能的商业应用 比特币价格充至近两年新高 2月26日 比特币价格突破5.4万美元 创下两年多来的最高点 2021年11月 比特币曾创下近6.9万美元的历史高点 华为2024年是5GA的商用元年 2月26日 华为和中国联通在MWC24巴塞罗那期间 举办了以算网为基 置领未来为主题的创新成果发布会 并发布了5GA全屋光宽带3.0 AI大模型等相关创新合作成果 华为ICT销售与服务总裁 李鹏称华为将与中国联通联合创新 共同探索5GA网络技术及场景化应用 通过网络体验感知和行业应用创新方面的两个领先 加速5GA标准和商业的成熟 华为无线产品线5GA领域总裁高权中称 2024年是5GA的商用元年 为将持续助力中国联通打造商用网络 领跑5GA时代 以上为今天财新为您带来的资讯 更多深度报道请下载财新APP 订阅财新通可享六折优惠 开通财新双语产品 还可获得500元京东礼品卡 活动最后一周预定重塑 活动详情可登陆Twitter 搜索财新通查询